柯文哲的案子 因為他12號上午才分案 48小時內檢調就七路大搜索 那看超司買單啊 這個還過期 這燒掉了10億公討 那過去一年檢調到底搜索了誰 甚至連官員都沒有傳話 對啊 你像鄭文燦檢察官一直希望說能夠去搜索 那法院都不准 五次了 那開庭的時候 法院一次給鄭文燦交保 說是 證據不足 證據不足要去補償證據 那就要搜索 法官又不准 就很奇怪 那鄭文燦哲的確 柯文哲的確很快 立刻兵分七路 約談不同的人等等 那可見 看起來檢調是很重視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 當然媒體很重視 這件事情法律上其實並不重 違反的法律並不重 什麼偽造文書這些東西 但是對政治或對政黨 對政治對政黨的形象有很大的影響 就你失去公信力了 大家好不容易省次檢用捐錢給你 那你到底怎麼用的 中間有沒有跑到私人口袋裡 或是有沒有化整為零 大家都關心這個事情 那檢調突然就出手了 突然去搜索了 效率之快是讓人家叹為關子 顯然民進黨在這裡面 我認為也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在後面推破助瀾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就是說檢調這麼積極也有好處 因為假定真像民眾黨講的 他就通通委託給會計師 會計師委託給記帳室 那所有的單位都交出去 那那就是會計師的錯 那這樣的話檢調以去可以證明 民眾黨講的是真的 因為民眾黨現在講什麼 大家都不太相信 那如果檢調進去 發覺有更多的問題 槓上開花 查出這個有問題 那個有問題 這個作假 那個有作假等等 那就很麻煩 所以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那就是看民眾黨 如果沒有問題 檢調進來是好的 有問題的話 檢調進來可能會讓這個破洞 越來越大 因為大家有說 柯文哲的案子確實要查 但是比起民進黨內部 包括剛剛董事長講的 鄭文燦的案子 然後超司還有很多 就是花人民拿稅錢 因為柯文哲是內障問題 那頂多就是可能 被判偽造委託等等 但是這個很嚴重的 包括超司 但是這些都是花公堂 而且這麼多錢 民進黨好像都沒有要查 大家都覺得檢調 是變政治追殺公司 現在看來檢調 也是關政治風向 所以呢 這樣是很不好的 檢調基本上是應該 我們常常講說 司法是社會政的最會道防線 你不可以有政治立場 檢察官也不可以有政治立場 想要入人餘罪的話 就積極動員 想要輕輕放過的話 就在那邊安兵不動 好幾個例子都是這樣子 柯文哲政治獻金的假賬爭議 那現在被挖出來大學的時候 最常拿出來講的求真民調 他竟然花了1400萬 那艾鴻是假的老二民調 選舉都騙人難怪這麼貴 第一個就是民調的結果 看起來是失真 我們做民調 柯文哲其實都是第三 但是其他民調也差不多是 很少他第二 但是他自己做民調都很高 所以民調就是真最重要 民調不是用來騙人的 民調也不是用來提高自己的支持度的 民調要反映真實的狀況 大概現在這樣好了 現在做民調大概做一個民調 成本大概十幾萬 成本十幾萬 那當然民調公司要加他的利潤 那如果用手機的話會再高一點 就了不起就是三十萬 三十多萬吧 那就算是滾動式民調 因為滾動式不是每天做一千多點嗎 可能每天就加個兩百點三百點 所以我們做民調經驗沒那麼多 沒花那麼多錢 花到一千四百萬是很大一個數目 那到底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不知道 也許求生公司可以出來說明一下 他們的民調方法是不是有 有異於一般的民調公司 到底怎麼回事 還是說 不知道了 還是說這個民眾長募款比較容易 所以他們的手就比較鬆 所以他們口口聲說沒錢 但是看起來募款能力還不錯 那募款能力不錯 那就可能在使用方面就沒有那麼嚴格了 不過不管怎麼樣 這個錢都是人家辛苦 辛苦賺來的捐給你 支持你的政治理念 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 而且要很節省很節省很節省 因為那時候選舉的時候 就是大家就一直覺得說 藍白為什麼民調對不起來 現在有沒有覺得水落石出了 對啊當然嘛 就是說 我不知道也許 錢付比較多 民調就 對你比較好 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但是很奇怪了 那時候我們一直覺得很奇怪 說他的民調怎麼跟我們都不一樣呢 到底怎麼回事呢 這個到現在 大家還是懷疑 昨天有發這個黨員信 你說世人不明 這部分是包含李文中 端木正中 黃先生 其實我們發現一個錯誤就是 其實做帳還是要找會計人員 財政人員 五日仔那種非專業 所以有時候 還是 專業事件還是要相信專業 我們要先跟大家說抱歉 因為今天早上 調查局的人員 直接到台坡來進行搜索 所以我們所有的人員 都在配合檢方的調查跟搜索中 那因此今天在這個提告部分 都還在整理資料當中 現在是要跟各位抱歉 我們要延後提告 那但是呢我們還是要強調是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過去以來的主張 就是 端木正會計師 他擅自的調整了這個差額 是我們必須要捍衛清白的部分 那只是因為今天在配合檢方搜索 所以目前相關人員都 因為這件事情全力在配合 所以沒有辦法來到這裡來地狀 12號那場 柯主席的記者跟妳看了之後 妳內心的感 第一個感覺 內心的感覺 當然這個是台灣民眾黨 面臨到很大的一個政治危機 但是我相信柯主席一定會帶領整個團隊 然後勇敢的來面對 而且也能夠一一的來解決 然後我想也要讓所有的支持者 就像主席講的 以主席的一個清廉跟他的人格 我相信所有這些政治現金捐款的進來的這些 不管是數額小至一百塊 大至幾萬塊 我相信這些錢呢 都是用在選舉上面 都沒有流入個人的口袋裡頭去 那那一場記者會讓我看起來就是 柯主席的 就是很無奈的坐在那裡 然後所以大概 我看來是很不甘 因為依照他的性格 因為他是一個對錢呢 使用錢是一個很小心 而且很節儉的人 那他也覺得說清廉是他的形象 那面對這麼大的一個 有關於那個金錢的一個風暴 我有時候就覺得他坐在那裡好像很無奈 因為有時候這個是一個團隊活動 因為總統大選我相信這是一個團隊 那團隊裡頭一定有人 有一個總指揮叫總幹事 一定有人要負責這些總務的事情 一定要有人負責記帳 那一定要有人負責集合 所以這是一個團隊活動 這是一個團隊的運作 那要說要去怪誰 那一樣就是要從兩方面來看 這件事情的責任政治歸屬是誰 那誰應該要出來 第二件事說台灣民眾黨它是一個政黨 政黨責任那應該很清楚應該要由誰來承擔 我想這個我也在這裡很感謝 這樣子全國的老百姓 對我們台灣民眾黨這一次的這樣子一個關注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柯主席還是會帶領台灣民眾黨 挺過這一次的政治風暴